然后我想的是 也是一个新的模式 但是 我在考虑要不要 因为今天我被冻坏了 我怕我眉嗓子不行 不好意思啊 我从来都没有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明星 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明星过 你居然还认为我是明星过 那我真的是太荣幸了 我荣幸我在你的脑子里 居然被这样被认可过 我从来都是只做自己 不要给我定义哦 嗯 考虑 我看看吧 嗯 还刷到说我嘎了的 对我也刷到过 说我嘎了 哎 那到时候你们就保留这个证据啊 截图啊 录片知道吧 然后你们发给我们就管理 哎呀 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拍我 哎呀不要靠我不唱歌 嗯 今天怎么说呢 嗯 至少网络呀 这些没卡吧 没卡吧 没卡 嗯 就是风太大了 我的状态没多好 我嗓子状态不太好 不让我唱的歌 嗯 我不让我唱 我的歌声是很好的 你像那个什么 从生之我在异乡为一可 那哥我挺喜欢的 然后结果我声音抖的不行 我控制不了这个嗓子 我唱出来都飘了 气死我了 然后 你不让我唱好 叫哈罗 叫哈罗 尤其他人 完全无受 完全不受口子 嗯 风拣不关键车 没事没事 没事 好歹今天是成功的 大功告成 这个叫什么 嗯 大功告成 圆满成功 我们的首播 抖音首播 再次再创 是不是又超过我那个超过了 我第一次抖音首播 多少人 也是30多 对 我不是 也是一年前 8月份首播的 8月份 我8月份多少 我已经超越很多次 我首播的数据了 32 我现在又是32点几 今天 今天33 还是很棒 我觉得 毕竟我们没有开 推流 都是自然推流 我在提前给自己预设 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心理预期 我说没事 我说今天能有10万人 就已经很好了 我说好久 我说33.6 那没有什么 今天33.7 今天33.7吗 32.7 已经很棒了 因为一般都是别人 首播很高 然后慢慢的下 我经常超越 是不是 这个东西 我刚刚说啥呢 我刚刚说啥呢 你忘了 最高是那么多 那没有关系 我们还可以继续加油努力 我就是说 这些都是自然的一个 自然的一个流量上去 我刚刚都是说 我在说 真的 你们 因为我就很讨厌 他们就说 哎呀 一定可能 今天一定会有多少人呢 一定会有好多人看什么什么的 我说你们不要乌鸦嘴 不要说这种话 我一般会给自己的期待值很低 我说哎呀 已经两个都没播了 可能都 可能大家都不会刷到我 或者不会点进来 我说今天如果风只有个10万人就行了 就满足了 就OK了 所以你看就给了我惊喜 是不是 如果我就 如果我前妻在那里说 不行 今天一定要上他个 三四十万人 上他二十万人 结果 几万人就或者是几千人 就可就是 那就会让我很失望 所以现在我是有一点 悲观主义者的吧 悲观主义者 我都不会给自己预期太高 这样的话反而 可能后面会给你惊喜 也可能不是因为我的原因 是因为赛里木湖太漂亮了 跟我没有关系 嗯 嗯 心态好 我现在心态是挺好的呀 我都 我都觉得还好 我就说 有个几万人看都已经很好了 结果超预期了呀 我就很开心啊 是不是 嗯 恒奇了吗 心态是好 我现在没有那么太大